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今天再次成为我们的提醒 也再次成为使我们重新得力的帮助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 《撒姆尔记》上的第四章 故事描写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征战 非利士人原来是海上的居民 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来到迦南沿海居住 他们骁勇善战 因为掌握精湛的铁器制造技术 武力强大 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 这张的战事发生在一遍一切和雅夫 非利士人扎营在雅夫 其势力已直逼以色列的心脏地带 他们的敬拜中心释罗就在不远处 以色列民十分害怕 他们从过去摩西 约苏亚的得胜历史知道有神同在 便可以打胜仗 许多胜利都是抬着约柜到云中得来的 就想把摆在世罗的约柜抬到战场 约柜此时应当释放在至圣所 就是会幕最神圣的地方 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 更糟糕的是 幸是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 菲尼哈去执行了这项任务 从前面的经文 我们知道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很不长进 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 果然以色列战败了 约柜也被菲利斯人抢走了 以色列人错把约柜当作神自己 他们失去真正敬拜的意义 神的象征物并不保证神的同在 他们依靠的是方法经验 却忘记真正的信靠神 是与神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 真正的敬拜是内心真实的悔改 并愿意让神在生命中掌权做主 战败的消息传回在世罗的以利 这位九十几岁的老祭司 听到约柜被敌人如走 以色列名战败 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 应验在二章三十四节的预言 以利立即跌地死亡 以利的媳妇菲尼他的妻子 听到丈夫公公都过世 约柜也被掳走 随即痛苦的产下了一名男婴 在他临死前为儿子命名以家伯 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以色列此时的属灵光景 真的是黑暗衰退 今天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反省呢 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 我们只追求神赐予的祝福 还是可慕与神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 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失交 有没有类似偶像崇拜的错误迷思存在 神是爱 他盼望我们能单纯的来到他的面前 他非常乐意为我们的生命的难处震战 但我们必须先正确的认识他 以他的心意生活 不是自作主张或自己仍旧坐在生命的宝座上 神被我们搁在一旁 今天我们是不是正面临一些困难或挑战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求你赦免我们常常跑在你的面前 常常追求成功的方法 依靠过去的经验 却忘记寻求依靠你 我将今天交在你手中 帮助我先寻求你 帮助我调整自己 也求你在我面临的难处上 为我开路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